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粉丝来说 终于可以看到他们喜爱的明星现场表演了 虽然诸多实力派艺人轮番演出 比如说韩红姐都唱rap 可最让人惊喜的还是周深 在走红毯的环节 周深就收获了纯重的欢呼惊叫 只见他们身穿一件淡绿色西装外套 里面是白衬衫搭配白裤子 看起来特别的温柔绅士 不过正经不过三秒 很快他就开始对着摄像机耍宝了 摆出了几个霸气而又好笑的动作 随后一路小跑去找主持人 还不忘对着周边的粉丝鞠躬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周深表示当晚要线上两首歌 都是难度比较高的 能够顺利的演绎出来 千呼万唤当中终于轮到了周深灯台 他最前带来的是新歌画卷 G11这首歌是央视一档文化节目 《衣上中国》的主题曲 曲调和歌词都非常优美 古典乐器跟周深空灵细腻的嗓音搭配在一起 瞬间把人凌入到了古典的意境当中 真不愧是灵魂隔着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周深深穿一件墨绿色的古装 步履轻盈缓慢 舞台上腾起的白色烟雾 看起来宛柔是置身于仙境 真的是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这首古风歌曲之中的时候 音乐突然一转 周深直接解开了腰带 退下了外袍 潇洒地丢在了一旁 露出了里面银灰色的衬衫和西装裤 接着他又手动地调整了一下项链 在这种动作的时候 他的歌声未停 丝毫没有走音 无缝转场的样子太有魅力了 把两首完全不同风格的歌曲 完美的对接和演绎 是非常考验歌手功力的 周深的现场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 就这么一晚上换了三套服装 而且有两套还是在舞台上进行的 周深又被送上热搜 据说在彩排的时候 周深的歌单上面并没有达拉崩巴 原本他要演唱的是一首印度歌曲 就连带舞们也都是清一色的印度舞娘装扮 不过因为涉及到版权问题 所以他才临时换了小达 虽然小达这首歌最开始并不属于周深 但是自从他在歌手节目中演绎之后 就震惊了观众 他边唱边跳 一人分饰多个角色 打破了大家对于他只能唱慢歌的印象 这次周深将这首歌改编并且缩减了 很多人都表示没有听过演 不过晚会的时间比较近 所以观众只能理解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喜欢周深演绎的这两首歌曲呢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